弟兄姊妹 心靈珍寶今天的主題是 出入得草食 約韓福音第10章7至10節 講了幾件重要的事 第一就是講到主是羊的門 主是道路 想我們回到神和祂的家當中 祂亦都會看守和保護祂的羊 第二 這段聖經也講到我們要出入得草食 就是要隨時隨地享受主不斷的供應 祂真的會餵養我們 第三 就是講到我們不單止得生命 而且得的是更加豐盛 不會枯竿 能夠不斷享受主賜生命 有福音第10章7節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座的告訴你們 我就是羊的門 凡在我已先來的都是賊 是強盜 讓他不聽他們 我就是門 凡在我盡來的就必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食 主就是門 他都在那一段道路 他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都看過記載 說現在羊圈 有整個牧羊人就躺在門口裡 我覺得是很美麗的 所以我羊都經過他 他頂住在那裡 看守著 給一把鎖更好 你是不是很溫馨呢 他真是門 我沒有辦法入到神的家裡 亦都說到府那裡去 等他門 他說開了一條 右身右腳路 進入治性所 他說道路 人犯罪不能回到醫殿園裡面 又發火炎的劍 基努伯 把守生命 輸了 但是主犯就衝過了 他打開了 好不好貴 我驚訝了這件事了 我已經得救了 我們靠之得救 靠之進來 我們是神家中有份 這個羊圈就是我們 他家 我們爸爸甜美家 最有份 我已經得救了 必然得救 但是得救了怎麼辦 我要吃 我要得生命這麼豐盛 我要得救 已經得生命了 生命不再死了 現在就已經去了 盛住了心中 這是一個 榮耀會開始 他生命得生命更豐盛 你出入都有草食 就是最直白的 就是你離開家 出 你進去 就是 根本就是你去到哪裡 他都可以供應你 真的 你都跟博西斯那裡都看到 刷牙也有 可以有 在洗手間也有 睡覺也有 坐車也有 在山上也有 在走路也有 在走路也有 那些詩歌當然有東西 我才寫下來 我不想忘記他教我的東西 起碼大家都應該 還要進入一些 二處同行堡 因為隨時開眼睛 人記性有限 你可以最簡潔的 那些詩歌 要是寫下來 看到 我們以前的第一程都有些,但是當我們更加認識到追求的路,就不同了,出入也有成,而且一生一世,每一天,all the days,都有祂的愛和恩惠,到祂面前的,必定不會餓,信祂的, 永遠不渴,怎麼會枯乾呢?詩編第一篇,葉子都不枯乾,怎麼會枯乾呢?為喜愛而有的律法,就夜思想,這個人有福,好像一棵樹在溪水旁, 這棵樹在溪水旁,一定不會乾的,葉子都不乾,那那棵樹會不會乾呢?就是有沒有享受祂切生命的問題? 當然我看到他們追求的路的缺失,所以就會產生一樣東西,我第一程都還未夠完備,所以第二程那些,就不斷不斷地教導我們, 我們來到年花了,iene人裏 Burger 會議的國安,是後果一湖七八八八八喂對吧? 你最 buckets的,但是呢! 但怎麽呢? 他說我來了, 才叫羊,得生命, 我已經得了生命的了, 因為今天,你都不會太聽得明白說什麽, 我得生命, 由爸爸主的聖靈主在裡面, 都會教我們, 並且得得更豐盛, 也太寶貴了, 他活著都使我們活著的。